十三日澎湃新闻报道 湖北监利一网民发视频称 孩子在家门口玩耍时 被一辆皮卡车碾压 家属质疑是司机故意压人 先吓了一个人在孩子身边走过去了 12月12日15时30分 谢某坤男29岁 驾驶棕色皮卡车 这是十三日晚 监利公安向澎湃新闻通报的 现场初步查明 搭载何某新小孩的唐叔 杨某到何某新家 拿东西后离开 碾压顿在地上玩的何某宿 女五岁 这个车上有这个小女孩的叔叔 唐叔 和他爸爸应该算是一个爷爷吧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看从他身边走过 当日16时32分 何某 某啊 这个字念 某啊 不是某 某 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里有人质疑他们拿着枪 是吧 但是监利公安回应呢 说这不是枪 是打玻璃胶的枪 我看一下 这个长度还是挺长的 在这里 这个长度像玻璃胶枪吗 不太像啊 据深入了解 事发12日下午 赵氏司机谢某奎和装修工友何某新杨某 又一趟 又一趟走过来 这个小朋友 他来回走过好几趟 在他身边 是吧 他不应该说是看不见 说是取装修工具 何某新家住女童家隔壁 是女孩的汤叔 三人取完工具 匆忙离开时为了避开乒乓球桌 又要 又管要道 不慎创导蹲地玩耍的女童 好 压上 然后这俩人发现女童受伤以后呢 去送医院抢救了 赵氏司机呢 已经被这个公安局控制了 好 这里还有一个文字的一个回复 有文字的回复 文字的回复是什么呢 那个公安机关呢 说 司机出雨 这个视野盲区 所以说这些个回复 就是让人感觉 这个事比较复杂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车祸 他们 来这个 要质疑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而这个视频在浪浪上全部被删光 司机呢 是 警方呢 现在回复呢 说是 司机处于这个视野盲区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看到 看到 司机还有车上的人来来回回 所以在那小孩身边走过几次 另外呢 手里拿着那个东西呢 说是打胶的枪 是搞装修的 这些个很让人存疑 这个视频 是 感谢观看